Hello 大家好 今天星期日 其實這段影片我本來想出Patreon 這段影片我本來想出Patreon 但我覺得既然有這個分析 我應該告訴所有人 也不是任何違法的事 所以我決定做中國問心 其實有些話題 我今天短短的就做半小時左右 如果其他話題我時間上許可明天的話 因為明天可能有些事 但如果許可的話我會把其他的做完 例如現在的立法會選舉是怎樣 現在的國安法的24歲青年 他有七個人被控告 控告他們就是協助逃亡 協助襲警 亦都有民意研究 鍾建華教授那個被警方查 這些其實都可以說 但我今天只抽了兩個問題出來說 我覺得是大家要注意的項目 這些話題在這兩天都很熱 大家一邊聽下去 今天我們就因為這個是特別節目 所以我就不說太多了 Patreon連結在下面 大家在下方可以看看 我們怎樣加入Patreon的支持頻道 本來這條影片我想放在Patreon 但我覺得 有一些觀點是重要的 所以大家 也不是什麼敏感的題目 所以我就放在這個節目裡面做 大家右邊看我們的鑽石狗組合和美銀組合 我們就不重複了 鑽石狗組合升了142% 而美銀組合五個月升了31% 4月份我們已經放了4期的投資日誌 4月份投資日誌的收費版4期 我們已經放在網址 大家可以進去看 大家如果有興趣訂閱我們7月份的投資日誌 和Youtube投資筆記的話 大家都可以開始付費 有任何問題大家電郵給我 HKFinanceR at Gmail.com 疫情是相當嚴重的 疫情是相當嚴重的 但是如果根據我們以往的分析 疫情應該去到5、6月就慢慢好的 那為什麼會突然間 在7月頭會爆彈這樣的事情出來呢? 因為5、6月的時候真的慢慢好的 原因呢 據我們的分析是這樣 今早袁國勇教授已經說了 是有交通運輸系統 將這些病毒一路再傳回香港 因為香港已經少了 病毒不會由天降下來 一定是外來進來的 外來進來的途徑有什麼途徑呢? 經過飛機 即是說空路 其實那個可能性是很低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任何飛機來的 它除了要隔離 還要強制性做檢測的 不排除有走路 但是我覺得可能性是 機率是低的 那除了這個可能性之外 就只有一個可能性了 就是深圳灣 深圳灣是由頭到尾都沒有關閉過的 由頭到尾都沒有關閉過深圳灣的 那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焦點 放在輸入個案在深圳灣裡面 錯的機會是很低的 我不排除飛機會有 但是飛機已經做到罪嚴了 即是說回到來的乘客 全部都要隔離 全部都要做快篩 快篩合格了才能出回來 那這個機會是很低的 有都沒有辦法 因為你已經做完所有事情了 另外剩下一個就是 由頭到尾都沒有封的深圳灣 我想問一下大家一件事 你有多相信健康碼 你們有多相信大陸的健康碼 或者和香港聯的健康碼 香港的檢疫我是相信一個 任何和大陸有關的檢疫的東西 在這二十幾三十年來 我都不相信 任何和大陸有關的東西 我都不相信 大家看看這兩個星期 進來和在香港的社會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這兩件事令到它爆發的 第一件事 學童恢復上學 而他們是持有健康碼 還有 有大量內地來的人 是持有一個所謂 非常之有效經過檢測的健康碼 而他們是經過豁免 不用做檢疫的 你相不相信 在這二十幾三十年我出來做事裡面 大陸所有的東西 全部我都不相信 如果你相信他的健康碼 或者那些受豁免人士或者兒童 真正是完全經過檢疫而沒有問題的話 那你的智力可能是有問題的 行不行 我不相信這些事情 而如果你在這段時間 你過了健康碼回去國內的話 你被感染的機會是很高的 因為你想想 全世界現在都有第二波 中國怎麼會沒有 沒有可能的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香港 香港本身的限聚令 是消失了 他只留下一個限聚令去抓示威者 就是那五十人 而最高危在室內 吃東西是完全取消了 這個是完全沒有可能的事 你今天聽完袁國勇說 他說得很對的 只有這兩個改變 病毒不會從天掉下來 只有這兩個改變 那就欺負了 這個是一個政策問題 不是我們當時的推算有問題 是你的政策的問題 那你就欺負了 我明白 就是我明白 在政府的立場 他為什麼不取消那個書展 我明白 因為一件事 他真的想香港有一些經濟活動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書展裏面 有一個超級傳播者的話 那就大糟糕了 一個人 可以感染過百人 在書展裏面 這一百人 在十四天裏面 是可以感染過萬人 這樣就大糟糕了 林鄭應該立刻殺停書展 然後限聚令 去回最嚴格的時候 任何健康碼 任何豁免人士 在深圳灣暫停 全部都停了 我可以告訴你 兩星期內的個案 一定會回落 其實是這麼簡單的 香港已經沒事了 你看看五、六月的時候 這麼低 只有巴基斯坦 巴勒斯坦那些 那些輸入個案 既然知道是輸入個案的話 即是說 他在機場已經被人截了 是吧 如果不是 巴勒斯坦 會不會從深圳灣過來 那是什麼原因 那你說大陸有沒有 你說大陸有沒有 為什麼那些學生都會病 就是由國內的學生來感染他 他又回家感染他家裡的 父母、兄弟、姊妹、工人 那就是整個抽出來了 所以如果你相信健康碼的話 或者你相信那些 所謂豁免人士是沒有問題的話 那你智力有問題 我告訴你 不要相信這些 自己做回一個 最原始 最primitive的預防方案 就是盡量留在家裡 出街戴口罩 酒精搓手液 人多的地方你不要去 如果以現在這個狀況的話 即使他將限聚令再收緊也好 一定去到八月中 那有些人說 公務員再不上班有沒有影響 你可以看到跟公務員不上班 是一點影響都沒有 因為公務員是一月底已經不用上班 那為什麼三月就會爆發呢 那公務員都是不用上班的 那為什麼五月又會好呢 就是說 在香港 疫情的爆發 與不爆發 與公務員的上班與不上班 是沒有一個 如果那個關係有時沒有的話 這個關係不是必然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當他一推了健康碼 一推了這個 解除了那個限聚令的話 兩個星期就出來了 那就是說跟這兩件事有關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之前說過很多次 我們說 你林鄭不要搞了 你給袁國勇和何柏亮搞 你不會搞的 你搞政治好了 你不要搞這些 你搞這些事情的話 我告訴你 如果以這樣的狀況來說 這個菌油再變種的話 10月11月再來的機會很高 為什麼呢? 冷一點 冷一點 但是我們不排除 其實現在因為天氣熱 所以都是十幾人 十幾人這樣出來 如果天氣冷的時候 就可能是幾十幾十這樣出來 我不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再這樣搞 會怎樣搞 如果這樣搞的話 如果這樣搞的話 其實是沒得搞的 你找個 就是找個 翻生諸葛亮回來 都搞不到的 如果這樣搞的話 你的政府經常在插手插腳的話 是沒得搞的 你給袁國勇和何柏亮搞 你不要搞了 你那個檢測的人數 又沒有增加到 我告訴大家 那個書展是高危的 所有的書展都是高危的 雖然他說 排隊的時候 是1.5米 但是進去沒有的 大哥 我在看書 那個人走過來 我鬼知道嗎? 他咳一聲我玩完了 是嗎? 你不要跟我說 那個童心口罩頂得住 所以大家要 真的聽我說 盡量留在家裡 室內的地方 口罩 酒精搓手液 多人的地方 你不要去 盡量做多些消毒的工作 你能夠做的這麼多 你現在走都沒用的 因為為什麼呢? 除非你去台灣會好一點 他雖然會隔了你14天 你現在甚至去到澳洲 美國 英國等 疫情都是反彈的 大家看到我在節目裡 這麼久的節目裡 我只是提過郭文貴一次 我只是提過袁公義 袁爸爸一次 為什麼呢? 其實我 如果他們做的事是真心做的話 背後沒有目的 我是非常感謝他們的 我是非常感激他們的 但是 我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說 就是 任何反中共的人 特別是中國人 其實中國人和外國人都一樣 你都要非常小心觀察 包括我們的節目 你都要非常小心觀察我們說的話 是不是一個事實 今天星期日 上個星期就爆出來 FBI 調查郭文貴的資金來源 以及涉及特朗普 前顧問班農 蕭先生就不想提 我也沒有很多資料 但是FBI查 第一件事就是 郭文貴的資金來源 第二件事就是 他在美國搞的media 究竟他和班農在做什麼 我們在過往的兩三年 是不斷聽到郭文貴在說話 有很多消息都是很真的 我已經在中段懷疑 為何郭文貴會得到這些消息 那些消息是很真的 亦都說過很多次 共產黨會滅亡 當然今天 共產黨整個 堵正正站在那裡 是不是 大家要知道 CCP 滲透手段是很厲害的 全世界可以告訴你 滲透infotry 他的手段可以說他認第一 沒有人敢認第二 其實 過往 他是給了一些人物出來 是令到你有一個假的希望 那就拖你幾年 那就拖你幾年了 但你發覺 所有的東西 因為他不能夠完全講假的東西 講假的東西是沒有人相信的 他裡面一定有真 有假 才有人相信 但你發覺 今天三年之後 四年之後 整個黨在那裡 什麼都沒有動過 你說中了但是沒有動過 但是你給了一些希望 人家 而那個希望是沒有出現過 手段是很高明的 手段是很高明的 所以大家要看一個人的時候 你要給一些時間去觀察 現在FBI可能已經覺得郭文貴是有問題的 這個人是 我不知道 如果他是真心 幫助香港普羅大眾百姓的話 我是多謝他的 其實 我是多謝他的 雖然我完全不認識這個人 我也不是支持他 我也不是他的粉絲 我也不是反對他 但是如果他是真心幫助 香港或者中國的老百姓的話 我是多謝他的 真的 但是大家在多謝他之餘 你都要看看 為何他可以拿到一些 這麼內部的資料 正常 當你穿了鍋的時候 你就不可能再拿到這些資料 為什麼他一直都還可以拿到呢 郭文貴這麼有錢 這些錢從哪裡來的呢 班農和他合作 搞了這麼久 有什麼是做出來的呢 對於這個黨有什麼影響呢 我可以這麼說 它的影響是零 現在你看到 但是他就給了一個假的希望 全球的人 令到這個黨又生存多幾年了 因為你有一個希望 你以為這個希望可以 那麼深入這個希望就幻滅了 好了 這個希望快沒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個新的希望 我還是說了一句 如果袁爸爸他真的幫香港的普羅百姓 或者幫中國的人民的話 我是非常非常感謝他的 我是非常非常感謝他的 因為你幫我們節目的名字 什麼叫做呢 中國民心香港民心 對不對 你幫市民幫百姓 我是一定感謝你的 甚至是老遠走到美國 將中國所有生意close 但是問題就是 第一件事 這個人為什麼在中國做了40年生意 會突然 即他應該是習慣了中國的所有文化 如果不是他不會做到40年生意 他又在中國住過又在美國住過 為什麼突然間會有180度的轉變呢 還有一件事 你是有兒子有女兒在香港的 你這麼熟悉共產黨 你不怕嗎 是嗎 大家可能認為 你這個人什麼都懷疑得一餐 是的 如果你很盲目地去信別人的話 很容易你就會錯 當郭文貴慢慢已經用舊了的人 就出現另一個人 這個人 又可能帶給你三四年希望 然後共產黨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他們說過 毀滅共產黨的防火牆 我是完全不相信 他可以讓你毀滅他的防火牆 有什麼可能 我是完全不相信的 我不是說他有問題 但是大家應該要放多些時間去觀察 才好相信 另外這個 在最近這兩個星期 這一個星期裡面 是所有的KOL都報導 嚴麗夢 他就說 如果我看他的姓 和他說的英文 他並不是在香港出生 他說的英文是國內式的英文 我看過那個影片 而他現在就告訴你 十二月底的時候 十二月底的時候 他就已經受命去研究這個肺炎的病毒 他發現可以人傳人 但是呢 港大的潘烈文教授 就被禁聲 他的故事就是幾經辛苦地 就輾轉逃去美國 然後美國申請庇護 我有看黃世澤的影片 黃世澤就說 他的資料能夠過得Fox Fox新聞的話 應該沒有假 不會有假的成分 我可以告訴你 文件真確不等於人格真確 兩回事來的 文件真確不等於人格真確 大家對這些人 是要非常小心的 他所說的資料 一些新意都沒有 不構成 對於港大 大家都知道 港大一定是有國內的人 很肯定的 剛剛梁振英當時也是孝董 他所說的 他所說的 沒有任何新意 但是一件事 現在的CCP人員 如果要再去美國 是絕對不容易的 以他是Post Doctor來講 他進去美國 讓他進去的話 他會再做研究 即是告訴你 你只能夠用虎玉計 才可以再進入美國大學的系統 我再講多一次 文件正確不等於人格正確 一定要對這個人的背景 他父母家庭的背景 詳細研究過再觀察一段時間 才可以證實這個人的真與假 不可以單憑這些 即是我們叫做 我給這份文件 一定是真的 這些文件 他給一些假的 這些文件我給你看錯都沒有用 根本人都知道 誰不知道 新冠肺炎可以人傳人 我們一月已經講爛了 未到23日之前 你現在拿這些文件出來做什麼 沒有意思的 我不是說 它一定有問題 但是before你查了這個人的祖宗三代之後 你才好說這個人沒有問題 CCP的滲透手段 是全世界最高明的 這些叫做虎玉計 我不是說它一定有問題 如果它真的沒有問題的話 我非常之尊敬這個人 但是香港人或者世界上的人 是很容易受騙的 很容易受騙的 你想一下現在你拿著 你即使這個人 你看他姓什麼你就知道 香港你幾可見到一個這樣的姓 你看他講英文 他必定不是在香港長大的 這個是很肯定的 任何大家看這些新聞的時候 你都要在另外一個角度去想 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我們叫做投機分子 有一些很明顯的投機分子 譚慧珠那些就是投機分子 梁愛思就是投機分子 譚耀宗當時 基本法起初委員會 這些叫投機分子 這些投機分子不是最可怕 哪些最可怕呢 林鄭這些最可怕 他是由開始 以一個香港人的身份 進了一個AO系統裏面 一直都告訴你我是香港人 之前我效忠英國政府 突然之間他一上來政務司 那些東西就出來了 慢慢就看到了 香港人 或者全世界的人 是很有同情心 第三 任何人如果有機會受苦難的話 你就會覺得他是有問題的 你就會覺得他值得同情的 這個項目是最容易被人利用 特別是 對人性非常之有了解的 CCP這個老祖宗 他們對這件事是很厲害的 我再說一次 如果我剛才提到那三個人 他真正是為中國的老百姓 香港的老百姓好的話 我是衷心多謝他們的 但是任何人 未經觀察 未經調查他們的三代 加上觀察一段長時間的話 不要輕易相信 不要輕易相信 我在這三十年裏面 任何和中國兩個字有關的東西 我都抱懷疑態度 任何和中國有關的 我都抱懷疑態度 不只是中國人 也包括外國人 所以這個項目我今天一定要提出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其實還有 多些事情可以說 例如說 關於三十五家 這個立法會選舉 鍾劍華教授的香港民意調查 被警察去查說有黑客 那一位24歲的青年 不只他 有七個人是同時被捕的 七個人同時被捕 還有很多朋友問我關於 現在中銀的問題 即是如果制裁的話會怎樣 那如果明天我時間去過的話 我會在明天的中國民心 香港民心 再跟大家詳細說 一定會說 那只差在是明天 還是星期二 星期三 多謝大家 今天又抽空 差不多二十七、二十八分鐘 看我的節目 又重複了 因為今天是一個突然的節目 大家看回螢光網就OK了 地產小專家 逢星期五和大家見面 那我們的投資日子 那我不重複了 大家看回螢光網就OK了 YouTube投資筆記 7月份收費版 那我們兩個收費項目的 收費和付款方式 那大家看回螢光網 好不好 有任何問題 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那希望大家齊心抗疫 小心身體好不好 那我們下一集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